欢迎来到我们的 忍者无敌聚宝期 我是德宇 赶快欢迎我们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的陈坤仁分析师 大人哥您好 德宇好 大家好 我们的忍者无敌呢 现在已经全新改版 分成了上下两集哦 那么在上集的部分呢 是我们的忍者无敌股魔力 大人哥带大家关心每一天 盘式的变化 各股的轮动 那么在下半集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忍者无敌聚宝期了 大人哥要带大家来进入 期货的世界达到财富自由的目标 那么现在呢 您在荧幕上头可以看到 这只凶猛的老虎 背上长出了一对翅膀哦 这个就是我们的股魔力跟聚宝期 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 不管您是做股票啊 还是做期货 其实呢 这上下两集的节目啊 您一定要看 因为大人哥告诉大家 很多的这个观念 还有操作策略 其实是股票跟期货 都是一通百通的 特别是呢 我们大人哥的这个 大人哥玩股的教学影片当中啊 更是有很多大人哥的个人见解啦 或者是呢 他赚钱身材的工具哦 都在里头无私的告诉大家 比如说之前我们录过一段影片叫做 看着反指标赚更多 那么这个反指标呢 大人哥带大家来看的就是散户的多空比 那么目前呢 散户的这个多单还是维持在高档 但是今天大盘大跌哦 那我们的这个聚保期呢 不管是波段的空单 还是今天当初的空单 都有相当不错的斩获 大人哥 真的是看着反指标 可以赚更多耶 那么怎么样继续的赚下去呢 要请教大人哥了 好 不好意思我刚刚有些笑容 但是我收起我的笑容 那主要的原因 我觉得还是一样 请大家好好珍惜现在目前 行情的震荡 这个震荡的话不是坏事 而是震荡的过程来说的话 你运用着期货的策略 或者运用那些指标的话 你其实这个可以赚的更多 因为行情在震荡 尤其是那种波段行情出来的时候 你会赚到大的 无论是多无论是空 因为做股票的时候 有一些相关的限制 比方说什么什么停支券 说什么券回补 然后一堆的空单的一些相关的限制 你会卡卡的 可是你可以透过顺势的部分 像近期这两天股价就破底 就是大盘在破底 你如果顺势去做放空的话 其实你可以拿到一些 股票那边的一些损失的弥补 甚至你在这边的话 就是单做期货的人的话 你可以运用期货 去赚到一个大的波段行情 那我为什么要这样说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收起我的笑容 因为目前看起来散户 又这一次又是输家了 那主要的原因大家看一下 这我们是YouTube频道 YouTube频道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时候的话 务必要把我们订阅上来 然后原因是因为这里有股魔力 就是股票的盘式的看法 这里有聚保期这是期货的看法 那你可以透过期货去看 大盘在指数的方向 所以这个很重要 所以那个节目一定要看过 然后另外的话 当然各位玩股这边 有一些专题分享给大家 比方说我们这边有拍 股票期货如何去做结税 甚至是说 这边你可以用那个股票 用期货的反指标 就是用散户多空比的这个数据 去看一下现在目前的散户在做什么事情 你跟着散户去反的做 你就会你就会获胜了 那当然这几天我跟大家提醒过一个 很重要的重点方向是说 因为前几天他你看这边 我这边跟大家讲 哎这是影片 那影片的话你看这边 散户又偏多了 有没有 指数又承压了 有没有 这是在我们之前的影片的时候 有特别跟大家提醒过 在9月2号的时候 再看这边 你会发现 散户反指标 跟现在目前黑手 那个护盘谁赢 终究 我看到的一个状况 还是散户又被抬出场了 那原因就是因为你看今天的散户多空比 最新最新数字是在 这是今天的数字 因为我已经把它更新到金钱了 昨天的话是21% 然后今天的话26% 不断增加 不断增加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这边来说的话 散户居然在小台这边去 比较属于大局的去 买进多单的这样一个动作 那他们可能在做抄底 可是当散户在积极的 再去做抄底的动作来说的话 大盘就 就会比较疲弱一些 所以这个观念的话 我老实说 没有稳赚不赔的指标 但是这个指标绝对是一个很重要 可以去做辅助的指标 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指标 然后再配合着我们的聚保期的 好用的工具去做操作的话 来我这个一样开出来给大家看 这是有图有真相的 聚保期往这边往下拉的话 你会看到这三个很重要的策略 包含像是顺势当冲 如果你喜欢做当冲的人 如果你不喜欢隔夜风险的人 你可以运用这个期货当冲的策略 在今天的行期里面赚到一个还不错的点数 我等一下跟大家做说明 另外会有短波段 然后会有一个长波段 短波段跟长波段都是用60分线的一个波段的指标 所以你可以运用这三个策略 另外的话如果真的今天有一些更高升率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边我这边会有一些 比较属于今天的额外要发给大家 做那种高升率的当冲的讯号 会发给大家 所以这是我们的聚保期很简单 你就是透过三个策略 三加一个策略 然后跟着讯号去做操作 那今天我不用另外发讯号 因为今天的聚保期已经够厉害了 来看一下今天聚保期的一个讯号了 当冲讯号 今天的顺势当冲 会出现在今天早上9点左右 今天早上9点一开盘 应该说现货一开盘 我的期货就有放空的动作 今天放空是放空在14 9点03分 来 14433的这个空讯已经看得到了 这是我们全体的聚保期 聚保期的会员都可以看得到的讯号 然后到了盘中的时候的话 就发现这里有个小星星 有没有 然后小星星的这个记号的话 是在14349 14349 那这个波段的话 已经让你可以赚到84点 那84点的这个行情的话 其实很快 它大概在9点多的时候 不到10点就已经先货了一趟了 那那个下煞的过程来说的话 它已经出了一个小星星的记号 然后到了尾盘的时候的话 这个大行星 就有给你一个大行星的记号 这个行星记号就提醒说 我们收盘了 我们不要隔夜风险 我们不要那个隔天被跳空 赚到的又吐回去这样的风险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附近 去做一个收盘的话 也在大概4950附近 去做一个货力了解这样的动作 所以84点其实这个数字还蛮激励的 16800元168 一路发 这个数字的话其实就是今天 我们的全体的顺势当冲的 聚保期的会员可以做得到的一个讯号 好棒喔 很棒 我觉得还蛮 至少如果你有做股票的人的话 今天应该是不太顺利 可是如果就所谓的聚保期来说的话 今天你可以弥补损失 甚至你可以直接用 期货来去做你的 获利的这样一个操作的部分 另外的话当然在短波段跟长波段 我也快速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讯号 你看这短波段 然后长波段 其实那个讯号都差不多 因为我们都在这附近 就是在9月初的时候 9月1号 他就有空方的讯号去做一个 放空的讯号去做个进场 那原因再次强调 不只是散户多空比 因为我们是很多很多的数据 AI的数据去把它计算出来的 那这些相关的数据来说的话 都是我们自己的know how 这个know how的话 其实我就不用每天盯着盘 然后看着那个 看着行情 然后看着一些那个什么 那个有的没的参数 然后去计算一堆 那我就要很简单的 让聚保期帮我算出来 空单讯号 然后呢 这边有那个获利了结的动作 这边再继续空 然后就空下去 就是 就是这样一个动作 那 目前的话14730的空单 如果你还抱着的人的话 到目前为止的话 你大概算接近400点左右 接近400点左右 这是现在目前的一个 波段的讯号的这样一个动作 所以再次重申再次提醒 就是无论 你有没有做期货 我拜托你 一定要把我们的节目把它看回去 因为散户多公比 告诉你散户在做什么 然后呢 股票结税 股票期货结税 然后呢有一些后续一些指标 像贝离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 就是节目里面很多很多的一些内容 会跟大家去做分享再分享 那如果你真的要 要那个体验聚保期的这样的威力的话 或者你要体验我们的 期货的财富自由计划的话 都欢迎用LINE跟私讯的方式 用LINE的私讯方式 或用0800的方式 你看这边我也很清楚很坦白的告诉你 6月份我们就是可以赚1790点的波段空单 那7月份我也可以跟你很坦白的是 因为那只黑手在那边去做护盘 该跌不跌该涨不涨 然后呢就让我们的绩效有点 有点像是那个没有办法 跟6月份一样创造大波段的绩效 但是无论如何它就是一个长期可以聚砂成塔 然后呢长期你用大赚小赔的方式 可以让你做到脱力翻倍 可以让你做到财富自由 那我觉得这个是在我们节目里面 想要跟大家去做阐述这样的宗旨 所以如果你之前的期货叫做是做的不如意 然后呢就是曾经有希望期货能让你赚到钱 可是呢却被行情也好了 会让这些相对风险让你去做一些比较不愉快的操作的话 你可以重新跟着我们做操作 就是50万本金开始不要多 我不要你做什么什么三口八口五口大台值 我只要让你做50万一口大台值就好 因为你用两倍多的保证金 你会比较不怕那个点数的跳动 当你赚到50万抽回本金 然后持续的用50万来做一口的操作 让你用赚到的钱操作 你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那没有感觉的话反而可以赚更多 然后呢你就用50万然后赚到了400万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用8口 那依此类推 终究我们就可以用 期货的这个很好用的工具 让你达成 期货的财富自由哦 好所以呢 再一次的跟大家来分享 我们现在的忍者无敌呢 已经分成上下两个阶段了 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我们的忍者无敌股魔力 那么大人哥呢 带大家关心的是每天的盘续变化 个股的轮动 那么在第二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忍者无敌聚宝期的部分了 那么透过期货的操作 可以进一步达到财富自由的这个目标 得心得心应手啊 好那如果呢 你想要体验我们的这个 8085的针线电话 或者是呢 直接加入大人哥的这个 Lite 8 私讯大人哥 进一步了解 如何跟着大人哥 一起弯腰捡起钻石 一起财富自由 当然如果您在各股的操作上面 资金的配置方面 或者是 期货的操作方面 有任何的问题 不顺心不顺手的地方 也欢迎您加入大人哥的团队 跟着我们一起来达到财富自由的目标 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也再一次谢谢我们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投顾的陈坤仁分析师 谢谢大人哥 谢谢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上片通知 要获得最早最专业的韩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选个股分享 请加入我的Lite 和Telegram官方账号 ID是小老鼠 DAR1-888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